男人在沙滩上发现了一头奇怪的东西 他连忙扶起上面的泥土 只见这东西白里透红 红里透绿 像极了一块价值不菲的宝玉 这下终于要发了 他连忙从车上拿来洛阳产 挖去周围的泥土 可结果却发现 这宝贝竟然是个无比巨大的怪蛋 这你妈是什么物种 他无赖了望向海边 想看看会不会有哪家咸鱼出来认你 他竟没人了他 就把巨蛋装进无限网里 然后飞一般的开着敞篷跑车回到了家 停好车后 他赶紧出去巨蛋上的渔网 把脸贴到蛋壳上 想听听待会是要清真还是要红烧 然而没想到 巨蛋里竟然传来了清脆的水流声 仿佛蛋里的东西已经孵化成形 男人顿时吓得没了食欲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 立马喝了杯82年的开水压压惊 可就在这时 收音机里突然传来了阵阵嚎叫声 那声音仿佛就像是海豚在唱歌 男人顿时就听入了神 与此同时 楼下的巨蛋也竟然在叫声中发出光芒 接着便慢慢捏开 不停的流出透明的液体 男人似乎也感到了异常 他立马来到楼下 只见巨蛋在晃动下 流出了大量液体 就在男人的小心靠近时 突然一只手掌伸到表面 他一个亮枪意外磕到脑袋晕了过去 而那巨蛋却在下一秒 蛋壳破裂 紧接着一个人形身影从蛋中破壳而出 而男人只能在昏迷中错过了精彩大戏 第二天 当他再次醒来 就看到了早已破碎的蛋壳 他悄悄拿起鱼叉 小心地选走那神秘的生物 可当他来到门边 最后才发现 那生物已经挖洞逃走了 他联盟沿着洞口看去 却突然又听到了那奇怪的叫声 他联盟冲到屋外 跑向海边 直接海浪里一条鱼尾若隐若现 但很快又消失不见 就在他失望地准备离开时 美妙的歌声又再次响起 男人联盟看向海边 那生物又再次出现 显然就是为他而来 这次男人没有犹豫 他脱光衣服 立马冲向了无边无际的大海中区 而此时住宅前的吊牌上 一幅美人鱼的画像随风摇摆 所以带你付出的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美人鱼 而男人为了一度人鱼的风采 一直默默守候在这片海滩上 等待着他的梦想早日成真